前段时间呢有个零零后买车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选择国产车 而不选择合资车呢 那么他的回答让我比较欣慰啊 他说现在他认为 国产车造车技术不比合资车差 并且呢颜值还高 而且在同家围当中 国产车的空间更大 配置更全 那我很欣慰啊 就觉得现在的年轻消费群体啊 它确确实实啊 那么更认国产了 那刚刚这个故事的对话 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呢 因为它就是发生在我身旁的这款 骑瑞瑞虎7PLUS的车里边 OK那么下面呢 咱们也来讲一下这款车啊 老规矩外观内饰 先看为敬 其实骑瑞瑞虎7PLUS 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相信在外观跟内饰呢 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毕竟呢 现在骑瑞虎家族里边啊 其实已经是瑞虎8的天下了 所以多多少少啊 我为骑瑞虎7PLUS感到惋惜 而且甚至我一度认为 在8到12万级别的这个国产车的 紧凑机SUV里边啊 那么它也算是存在感比较低的啊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它应该实力要比它的知名度更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就来分析一下 一 定价 7657PLUS厂商指导价为 8万6千9到12万6千9 并且根据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同呢 那么也有一定的优惠 这个价格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啊 都能够负担得起 二 动力可选 都是酒精市场考验的发动机总成 分别是1.5T跟1.6T 如果说你非要让我给你选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去选择1.6T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前提条件是因为你的经济基础够啊 也就是说你能够买得起1.6T的 当然这个1.6T的价格也不贵啊 在十万出头的样子 就可以买到一个最低配的车型了 这个玩意儿啊 动力就像咱们男人的钱包一样 你可以一直不用里边的钱 但是关键时候 它真能够给你撑起面子来 三 车身尺寸不大不小 好拿捏 有很多人说啊 买车就要买大 其实这句话 我自己算是比较赞同的 但是不完全赞同 因为你买车主要是要看用途 比如说如果你家里边真是二胎或者三胎的话 平时出行的人比较多 那我建议还是买一个家用MPV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工作地点跟你的家里边的地址呢 那么中间这个路它是比较不好走的 那我就建议你去买一个SUV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跑的高速比较多的话 那当然还是轿车更舒服 你说是吧 当然了奇瑞肉机plus它的车长是4米5啊 那像在我们济南这种拥堵的城市呢 车身小 它也好停车方便 并且呢 它的这种乘坐空间是够用的 而且储物空间也不小 所以说呢 大小刚好 四 科技配置足够用 用料实在 说到这个科技配置啊 咱不得不说车机系统了 其实奇瑞的这一套熊师智云系统啊 不吹不黑的来说 在我试驾这么多车型当中啊 它是为数不多的 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用的一套车机系统了哈 再有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360度全景影像啊 那么它的镜头呢 其实这个机变是比较小的 而且呢 它画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其实这个配置 我觉得对于这个新手朋友来说 可能是一个福利 比如说在倒车的时候 或者说过这种 先速先宽门的时候啊 把握不好车位 这个时候呢 打开这个360度全景影像啊 那么咱们就可以避免车子这种刮擦 对吧 那至于说用料实在呢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路上开车呢 其实它这个车内的静音控制还不错的啊 然后咱们现在在这个急加速试一下 当然我们这是个1.6T的版本啊 所以说它这个动力储备呢 还是比较充足的 那刚刚我在急加速的时候呢 其实车内这个声音抑制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啊 那这个呢 其实直接就反映了奇瑞锐虎7PLUS呢 那么它其实在运用了这个吸音材料 隔音材料呢 那么做的都是比较到位的啊 再有一个呢 就不得不说一下这款车这个底盘了啊 真的是比较的紧致啊 没有一丝的松散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 奇瑞的三大件大家一直是非常认同的 对不对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大家 就是奇瑞日古7PLUS 那么它的发动机也是终身至宝的啊 这个呢 其实到现在有好多特企业做不到 是不是 那么总结一下啊 其实其实日古7PLUS呢 这款车我个人认为啊 它各方面表现都是比较出色的 并且在8到12万级别的这种紧瘦机SUV里边呢 那么它的性价比也非常不错 如果说大家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当地的奇瑞H网4L店啊 亲自的驾驶一下啊 毕竟呢是你买车 你自己喜欢的车啊 你自己感受好的车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当然我相信 其实奇瑞日古7PLUS这款车 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不对 这个字幕后